格林多后书第四章 为此,我们既蒙垂青获得了这职务,我们绝不胆怯,反而解决了一切可耻的隐瞒行为。 不以狡猾行事,也不变通天主的道理,只是借着显示真理。 在天主前将我们自己举荐于众人的良心, 但如果说我们的福音也被蒙住了,那只是为丧亡的人蒙着。 因为今世的神已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心意, 免得他们看见基督、天主的肖像,光荣福音的光明。 因为我们不是宣传我们自己,而是宣传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只是因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奴仆。 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耀的天主, 曾经照耀在我们心中, 为使我们以那在耶稣基督的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的知识来光照别人。 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 为彰显那捉住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 我们在各方面受了磨难,却没有被困住。 绝了路,却没有绝望。 被迫害,却没有被弃舍。 被打倒,却没有丧亡。 身上时常带着耶稣的死状,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身上。 的确,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 这样看来,死亡施展在我们身上, 生活却施展在你们身上。 但我们既然具有经上所载的, 我信了,所以我说, 那同样的信心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 因为我们知道, 那是主耶稣复活的, 也要使我们与耶稣一起复活, 并使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前。 其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 为使获得恩宠的人越增多, 感谢也越增加。 好归光荣于天主。 为此, 我们绝不胆怯, 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 但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 因为我们这现实轻微的苦难, 正分外无比地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厚报。 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 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 那看得见的原是暂时的, 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